我們的法令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4月25號 星期四 新台灣加油 我是鍾年黃 檢調在查徐曉星的 大姑涉嫌洗錢案的時候 巡縣發現機房涉在海外 巡縣追蹤後 懷疑跟柬埔寨的詐騙集團 有關 過去徐曉星只憑著一張照片 就指控民進黨政治人物 跟詐騙集團關係密切 現在他要怎麼自圓其說呢 徐曉星不敢正面回應質疑 卻選擇另開戰場 那這個是不是要模糊焦點 微味就造呢 新竹市長高鴻安 動用第二預備金 到越南去招商 結果第一站就突出了 竟然去參觀總部 設在高雄的台商 說好今年要啟用的 新竹棒球場 完工日期到現在 也是遙遙無期 此情無法破壞出國走地 這就是高鴻安執政 一年多的寫照 傅關琪明天要帶領 國民黨九位立委到中國訪問 同行的陳玉珍 批評民進黨政府 自己無能 還要怪國民黨偷客兄 這是什麼跟什麼 立法院會期內 出國本來就不對 現在還要怪評論者家暴 新北捷運環狀線 在403地震的時候 有鋼梁錯位 市長侯友宜坦承 恢復通車最少要一年以上 大家還記得嗎 柯文哲市長曾經很自豪地說 新北環狀線 是我們台北市捷運局蓋的 結果新北當天的震度 只有五級弱 怎麼就變形了呢 阿伯你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開始討論之前為您介紹 今天參與討論來賓 從我右手邊開始 第一位是作家苦林 平安 大家好 再來是立法院的榮譽顧問 陳柏惟 thank you 大家好 thank you 再來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 左冠廷 荒哥好 大家好 我左手邊的是 網路評論員溫朗東 大家好 再來 民進黨立法委員蘇巧惠 荒哥好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桃園市議員林桃 主持人大家好 稍後新竹市議員 劉聰顯會參與我們的討論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有關於許巧欣的部分 因為檢調繼續追查 因為要查機房 查金流 結果一查 查到說 可能跟柬埔寨的詐騙集團 可能有關 當然現在還沒辦法確定 就一定是跟柬埔寨 但是機房社代還外 可能跟柬埔寨的詐騙集團有關 然後許巧欣的部分 他的關係圖是這樣子 這是他的大姑 這是他的姐夫杜秉承 然後這是他的先生 這是許巧欣 然後他們有匯了一百萬給媽媽 媽媽拿了兩千萬給這個女兒跟女婿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這個線 能不能夠這樣子簽 這樣子簽 到這樣子簽 最後到這樣子簽 如果像我畫了這樣簽 最後許巧欣就會倒大煤 因為這個一百萬 顯然會跟詐騙集團做連結 所以朗東 你看這個案情的發展 這個算是比較突破性的發展 就查到可能跟詐騙集團 田埔寨詐騙集團有關 對 因為詐騙他最上游的部分 就是要先打電話去騙那些受害者 打電話這個時候 他機房跟負責打電話的人 就在柬埔寨 因為大家記得在兩年前的時候 就有說有很多台灣人 就被騙去柬埔寨去當租宰什麼的 後來發現說 其實他們去很多人都知道 是做不法勾當 就是說為了高興 用高興引誘一些人 去那邊當詐騙集團 然後詐騙集團的時候 就在當地打網路電話 然後打台灣去騙了台灣的人 現在就被查出來是說 徐曉欣他家族所設炸的這個事件 跟柬埔寨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不禁想到 在2022年11月18號的時候 那時候徐曉欣就破了幾張圖 質疑說鄭文燦 陳時中 你們怎麼可以跟設炸的人 在一場參會上面有一張合照 那時候徐曉欣他是怎麼講 他說如果不老實交代 未來還會有更多照片和資訊 這個釋出 你們就要威嚇 他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在一場參會上面 本來就不認識 只是剛好可能是選舉期間 跑團還幹嘛的 你跟一個設炸的人 從桌吃飯 你就不需要老實交代 不然就會有更多照片會釋出 結果這個大型回力標 捲捲捲捲捲的一年半的之後 回到徐曉欣的身上 他這個不是一般的餐會 他直接跟詐騙集團吃年夜飯 你要說徐曉欣要不要老實交代 全世界我想了老半天 有什麼樣的餐比年夜飯更重要 我想比年夜飯層級更高的 可能就只有在海邊吃燭光晚餐 那種 社交部長在大批班來講 吃到年夜飯是非常非常親近的 選舉期間跑團 日治的一些人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射炸幹嘛 這個有時候也沒有辦法完全避免 那許小青過去是這樣質疑別人的 結果這個回標 質疑他身上的時候 他完全不正面回應 第一個 包含了台北富邦借這1450萬 當初的薦價證明是什麼 他不要把整個全部推給婆婆 應該要直接把這整個證據拿出來說 他的薦價證明是多少錢 是2000萬 3000萬 為什麼可以借到1450萬 超出房子1100萬的價值 這完全是這個文件上可以證明的 第二個 他現在最新的解釋 說他給的那個100萬出去 他不是拆兩筆50萬嗎 他就說那個婆婆就直接給銀行 你就把婆婆給銀行的 繳款證明拿出來 因為一般來講 你去給銀行 他每個月會有那個利息的這個單 也有本金的那個還款單 你這個不太可能說 你在還款單之外 額外又多費這個錢 因為其實算一算 假設你跟銀行借1000多萬的話 你這個用房貸 房子去抵押去借 不太可能是一個月要還到50萬 100萬的 可能一個月就幾萬塊 所以他的還款證明是怎麼還的 這個金流是怎麼樣交代的 那許小新都不講 他最後就只有在續跑 去上一些網路節目的時候 就在講就是說 我們要去跟王晃東辯論 其實我沒事也不會想跟許小新 辯論來辯論去 我只是因為是說 他先講說是因為我以前辯論 輸給他老公劉燕麗 所以我含怨報復 我先講我整件事情都是公眾討論 沒有什麼怨不怨的問題 過去跟他老公的辯論賽 那些互有輸贏 也都不重要 跟公共議題無關 那我只是覺得說 好 你要跟他向我辯論 那我就覺得 好 那我們就來討論 辯論一下 你對你家人設善 知情不知情 就這個題目 結果許小新在這網路節目上面 就在講說 怎麼說我不跟狗辯論 那我不是說 那個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他的原因幫你重現一下 沒錯 其實他是回避這個問題 所以我還是回到許小新 他就講的 如果不老實交代 未來還會有更多照片和資訊匯出 我請教冠廷 這個金流現在根據媒體的報導 是說查到第四層 扯到海外機房 可能跟柬埔寨有關 你覺得這個案子最後 跟許小新有關的紀律有多高 我先講 許小新現在的斷點非常薄弱 為什麼 因為他坦承的事情是 確實這個100萬 有給他的婆婆吧 但是關鍵是 婆婆投資相關詐騙公司 這個2000萬 看起來沒有否認 所以現在關鍵的就只有一題 許小新給他婆婆的100萬 有沒有流進詐騙集團 而換個我們剛才講的 第三層 第四層 是檢調追查之後發現 金流流到這個杜信先生的錢之後 發現本來這個詐騙集團 打電話的機房 疑似有可能跟柬埔寨集團有關 我先講這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唯一許小新的斷點在這裡 很薄弱 很薄弱 可是對他非常關鍵 因為如果許小新 就給他的婆婆100萬 給的 借的 送的都沒關係 停在這裡 沒事 許小新真的沒事 可是許小新的講法 讓我們覺得很可疑 第一個點 許小新的講法 第一時間 他嗆大家說 我的錢是給丈夫跟婆婆 婆婆在給銀行的 哪一條金流流到了 所謂的詐騙集團身上 這講得很斬金截鐵 可是當後來媒體的調查報導 出現之後發現 婆婆的錢 確實有流到詐騙集團 對 所以這個後面就要 他們在法院上自己攻防 我也不誣蔑許小新 但這是你要講清楚的 但我們只討論一種可能性 如果假設最後真的 連連連連連 柬埔寨真的有涉入 政策那邊案 我覺得事情大雕了 首先第一個 以前許小新是怎麼檢視 民進黨政治任務 國民黨是怎麼講民進黨的 我們有圖有真相 來看這相關的新聞 國人招騙受困柬埔寨 國民黨批蔡政府無策 新南向政策失能 通編新聞稿都在罵說 你看柬埔寨詐騙天堂 小英不用負責嗎 蔡政府不用負責嗎 如果啦 如果這節目才喜歡 最後是真的 我們堂堂的國民黨立委的家人 射入詐騙集團 國民黨第一戰將 對 超級第一戰將 我今天在友台 有人就說是國民黨的台積電 英格蘭的武林都是他 重點 如果真的有 那用一樣的標準 我們用一樣的標準就好 我先講許小新 這段點也許可以成立 可是有一樣的標準 你今天國民黨立委的家人 射入柬埔寨的詐騙集團 這事情打不打掉 這當然嚴重 我們就幾個個案給大家來看一下 當然因為電視節目 如果我們稍微隱匿不講細節 問大家一個問題 柬埔寨集團 之前不管是詐騙或者活摘器官 一個數字 一個活生生的人到柬埔寨 後來被活摘集團全身的價值 相關報導表示2400萬 你身上所有器官 能摘的都摘掉2400萬 再來 有多少人被騙過去之後 變成豬宅寮被關起來 被火烤電極 以及做很多不適合講的一些細節 被虐待 這幾年這事情大家重視了 我們台灣甚至中國 東南亞各國跟政府政府溝通 萬個我最有要澄清一下 政府這幾年來有大力掃蕩 所以最近有變比較好 可是以前這些事情大家立立在目 所以許巧心先來 關鍵就兩題 第一個是你的家人相關的詐騙 是不是真的柬埔寨相關集團 你們有合作 或是真的就機房就是在柬埔寨 或是過去這一些柬埔寨的虐待案 詐騙案跟你家人真的有關 第二題你的薄弱的斷點 其實就設在你婆婆這裡 而這一關過不過得了 剛剛老中哥講很對 那如果是匯款 然後如果說後來是婆婆是給銀行 這相關應該都有單據 你在檢調那邊自己講清楚 現在的關鍵是在於 如果是照這個平面媒體的調查報導 他是說那一百萬 是有進到劉相傑的公司 那劉相傑的公司 因為涉及幫這個詐騙集團洗錢 所以兩夫妻被收押 所以如果這一百萬有關係的話 有進到這個帳戶 那就很難撇清關係 不過我們討論了很久 就是她婆婆這個貸款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筆錢確定是進到詐騙集團的公司 就是洗錢的公司 分三筆 一間房子分三次撥款 七百二 四百八 兩百五 我們討論很多天都沒有答案 就是說怎麼會有人貸款分三筆 3Q 你知道嗎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我告訴你 國民黨現在最頂標準 許巧欣和王鋒威 只要他在撥出來兩兵 差不多都會收清潔 王鋒威說什麼 王鋒威說 他還在撥出來他的穿插 他的名牌牌 他的牆牌 他的外套 洗衝 然後滑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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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這個六千張他老闆用四名拼來的一間房子 說這叫做違憲要聽 結果被殺到 你有沒有看到一雙鞋子就比他家比較貴 當台北市送三信義區的立法委員 有辦法開國務處 在台北市買房子 去撥了一個近三萬里的採礦的礦工房產 真正好賺 許巧欣這個叫業力引爆 過去在質疑民進黨的立委陳歐破 說你的房子是詐騙一團提供的 結果現在被殺到 你和詐騙一團吃年夜飯 以前的人又不一定知道有什麼金流的關係 或是有什麼食材或不食材 有知道對方作詐或不作詐 你的後援會 你今天是你知道了 你有看到了 所以我去分析一件事 我覺得許巧欣這個反應很奇怪 他和國民黨的這個反應也不一樣 他和一般來說政理人物的反應也不一樣 我分成後發現說原來許巧欣有雙重危機 如果許巧欣的這個支持者結構就是有兩種 一個叫做國民黨的支持者 一個叫做少年票 或是說討論民進黨的反應有兩種 如果反應這種的票是怎樣 就一定要唱歌 要尊崩 什麼東西都100分 如果我們家有詐騙的 放火燒火 如果我們家有詐騙的 你要拐拐到四 如果我們家有詐騙的 這少年人誰會聽這種 這種你聽什麼 你聽聽更多就好了 他就這樣表演 什麼東西都發到尊崩 發到尊崩後來現在出事了 你們家真的有詐騙的 你加法嗎 他會說他不加法 他以前在法民進黨很加法 法總統很加法 法行政委很加法 法陳吉仲 陳時通 台中很加法 來換你們家你再說 說嘛 許巧欣你再說 不會說 因為反對另外一邊的危機 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希望好想安靠 你有辦法照顧你家人的人嗎 你有辦法照顧你的家人在職位嗎 你如果好過你做立委 你們家有隊在好過嗎 這我們在前面有一些民意代表 電影派的不一定國民黨不懂的 出門都塞名車 都Alpha的 都在那裡的那種門打開 都不知道幾個人的那種 再來的 貴星君 如果普拉達 LV就是很怕人不知道他們家有錢 來房子都要去三宝有沒有 你看他們的那樣是他們家有沒有 都要那種一樓挑高六米錢的那種 其實都福利堂網站的 什麼市民行政院來都要經過我們家的 天堂 玄關 還有副修廠 你不要我們那裡吃飯 泡茶 所以都很怕 國民黨的這種傳統支持者 你贏了 大家對立 大家都贏了 第一棒派的那種贏了 水小新章的問題就是 這家人的人 你要拿少年票 你就要畫得很難 就這樣就這樣 以前像他在畫行政院的人 這樣他不知道要怎麼畫 再來你要對國民黨的支柴交代 你要給互相付寶 你的保障沒有事情 保障沒有關係 保障大家都好過 這兩件事互相矛盾 倒閉著許竅心理不知道要怎麼 所以他在平論這些事情的事情 不管是錢 貸款 頂頂的東西 他都是對人不對勢 我們人家都在執移的 剛才怎麼不認識 不可能 他就說我們人家都不作兵 苗博他就說 你會穿插不錯的名牌這麼漂亮 他說你們都在哪裡都在哪裡 所以平論一件事 大家參考 我們都希望公共議題是對勢不對勢 可是許小新打到今天 所有的回籍都已經對勢不對勢 後來人家是夠的 後來說苗博雅 那個叫他早上騙他最好笑 我也說苗博雅最好笑 他以前笑苗博雅最好騙 對 因為苗博雅望路買手機 結果東西走來 可能是要捧哥的手機 怕捧哥這樣 結果他就很想 許小新取笑被害者 說你把他帶去跟人家作機 反而有夠好笑 你會把他帶 他把他帶三萬而已 你現在一百萬把他帶一片的意思 你是帶他的33倍 你不該乘以33倍來譴責自己 對不對 你一定一百萬把他帶去 讓人入詐騙集團集資得利息 這樣才會比較好過 許小新的雙重標準 就存在於他支持結構的雙重危機 林陶 這件事感覺國民黨沒有權力力挺 你們是不是也秀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有啊 林陶有力挺 林陶 林陶萬靠許小新通告費賺了 不知道十幾萬了 不是 因為那一天就是在 許小新在黨專開記者會來質疑 鄭立軍這個射紅的部分 其實上我是坐在旁邊 所以後面他在解釋這一塊 其實我是在旁邊聽的 原本在開記者會前是決定 我們就不要讓這個記者會失交不提問 可是他堅持 這些每一個問題他都要答覆 所以他當下在講出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他有涉及這個案子 他直接請辭 所以我覺得回到這 回到剛剛3Q哥講的 就是說你在講說陳歐破 陳歐破那個是民進黨 後來叫他不要選為什麼 因為他直接使用 詐團曾國衛的車跟房 無償使用 那個是已經有直接電解 是詐團的錢在他身上 他知道對方是詐騙集團 這個都還沒有講清楚 可是他已經直接使用 後來民進黨沒有讓他選 他們沒有跟他吃年夜飯 幫他選舉 然後後來是怎樣 後來許小新這一百萬是什麼樣 是他去借給他的婆婆 他婆婆要做什麼應用 那是他婆婆的事情 因為他是借給他婆婆的 而且你去看這個杜信詐團 你確定是借 是 你要不要跟徐小新對一下口口 借我給都OK 反正就是這一百萬是 他跟他婆婆的關係 所以剛才冠廷拿那個關係 都會講了 就是說這一條線 當然他可以講說 他就是借給他婆婆 或是他給他婆婆 後面這個杜信的問題 跟詐團問題是他自己解決 而且大家知道嗎 這個杜信集團就是他姐夫 這杜信集團是開避傷 說真的 台北也很多人開避傷 重點來了 為什麼這設詐 是因為詐騙集團 透過你的避傷洗錢 所以在導致後面的案子 所以後面這個詐騙的本質 看起來跟徐小新這個關係 是比較薄弱的 好 不過檢察官是有查出來說 那一百萬 就是不管是徐小新借貨給他婆婆 那一百萬最後是有進到 劉項杰就是杜信集團 這家公司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就 徐小新到時候 反正我也不用幫你傷腦筋 你自己要去解釋 不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徐小新的危機處理方式 真的很特別 調到3Q講一般政治人物 遇到這種事情 大概不外兩種方法 第一就是說那是我的家人 家人無法選擇 但是我尊重司法調查 大概就是這一種 第二種就是說硬拗到底 但徐小新他用第三種 就是到處開戰場 到處罵人 一會罵溫朗東 一會罵黃傑 一會罵苗伯雅 那他怎麼罵溫朗東 我們先看一下 他昨天在一個網路節目裡面 是怎麼罵溫朗東的 那只是說有人具名檢局 然後我唸出具名檢局的檢局姓 那裡面並沒有涉及他的個肢 也沒有所謂的這個 洩漏病情或是隱私的問題 就是今天 今天有狗說要跟我辯論 我不是說我狼狼是狗 但我一定說今天如果有一隻狗 跑來跟我說他要跟我辯論 我也要跟他辯論嗎 可以啊 但不要跟朗東辯 我就 我指狗的意思是 因為我會聽不懂狗在說什麼 狗在那邊汪汪汪 然後我也聽不懂 那我們兩個就是 頻率跟不合是要怎麼辯論 就不可能的事 就是這次我也很感謝 就是包含國民黨很多 包含他們上節目的人 其實我都有看 他們都是很支持我 也很相信我的 也都說明得很清楚 但是因為就是沒有人想要 跟那些攪X棍攪在一起 那過去我可能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子得罪了很多 一些就是X的人你知道嗎 然後你看整個民進黨裡面 上上下下真的扶得起 上得了檯面的人 都沒有想要針對這件事情 去做討論 然後一直放一些有的無的人出來 然後每天在電視節目上面 XX 你們都不告 那怎麼辦 你們國民黨有沒有想過 要怎麼破解 偶川的這種雞同戰術 沒有 就是可能 就是等他進到立法院吧 終有一天吧 來 徐曉昕 鄭仲跟你介紹一下 我左手邊這一位 不是有的沒的 他叫溫朗東 世界帥哥比賽第二名 那個是反他 沒有 我覺得 我敘述要跟徐曉昕辯論 就是希望透過公開對話的一個方式 來搞清楚說到底知情不知情嗎 你看這樣 林涛就願意幫徐曉昕做切割 上面辯論 這是一件好事 那徐曉昕作為他當事人本人 他應該更清楚 這個時間點的問題 如果我們有公開對話 對社會大眾來講 也可以有機會還他一個清牌 說明辯完之後 大家是相信徐曉昕 結果你看徐曉昕 他跑去上網路節目的時候怎麼講 他說我是狗 在那邊 然後頻率跟他不同 對不在一起 那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一開始我在發文去問徐曉昕 到底什麼時候知道 色詐事件的時候 我寫的是中文 全台灣人都看得懂 難道這是狗語嗎 徐曉昕你是看不懂嗎 如果有一個語言是 全台灣人都看得懂 只有你把他看成狗的說話的時候 那到底是你有問題 還是全台灣人有問題 那我再來問 那我寫了一堆跟對他的一些評論 基本上其實涉及到他的一些 色詐的事情去做詢問 那他很顯然都聽得懂 那是不是表示說 他是寵物溝通師 他聽得懂狗語 就好像哈利波特裡面的話 聽得懂蛇會講話 會爬梭語 所以徐曉昕他是不是也是一個懂得 寵物溝通 聽狗話的這個人 他過去是怎麼樣去罵別人的 那個賴品瑜 就被記者一直追追追 然後被腳架半倒 他說雲爆小公主好壞壞 那個腳架一定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被這中共同路人的腳架 給半倒了 他講話是這麼酸的 他直接去改編了歌曲 去嘲諷賴品瑜 我現在照他一樣邏輯 他聽得懂我講話 他是不是一個狗公主 是不是聽得懂狗話的這個人 講這個都沒有意思 今天我不是想要去跟他這邊講 這些五四三 而是你徐曉昕你過去 都用這種方式去嘲諷別人 然後現在都用別人很正經的去討論 色詐的事情 問的都是證據 問的都是見價證明 都是匯款證明的這個時候 他就東拉西扯完全不敢回應 我覺得如果你要逃 就逃到底 你連網路節目都不要上 這樣至少我們沒有素材 也可以去討論你 你越上越解釋 而且他現在講到說 他現在吃官司就怕了 你剛剛他不是說那記者會嗎 那記者會他講到跟我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拿著一個iPad 那邊照稿念 對 為什麼 他知道這件事情 他在講說一句話 全部都會變成在法律上面 會繼續變成 那他講你是狗 你可以多加告一條 這個我就比較無所謂 因為他講我嚴重的事情太多了 有些事情 譬如說我吃草 這事情我後來想想就算了 因為吃沙拉也是吃草 然後吃神龍寺藏百草 那你比較小的事情我就放過他 我針對比較大的事情去講 那他現在就是說 因為有民眾給他這個陳情 他就直接把陳情的內容 如實的唸出來 我每天也收到一堆跟我說爆料 難道我每一個爆料 都直接照唸出來嗎 如果有一個人跟我爆料 說許小新他有一次狗糧 假設難道我要照唸出來嗎 不可能 我一定要去查證 知道這件事情是有真實性 而且跟公共利益有關 我可能做 結果他就說 因為我是民意代表 所以民眾給他什麼 他全部都照稿演出會照唸 這個其實我覺得完全是謝哲 你這些話就留去跟法官講 去跟檢察官講 讓司法去還給 這個社會大眾一個真相 那我請教苦尼大哥 是 許小新感覺他不敢面對問題的真相 因為朗東當時要辯論有一題 他剛剛有講我印象很深刻 說你的大姑涉入詐騙 你知不知情 這一題很重要 因為關鍵在那一百萬進去之後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要給詐騙集團使用 對不對 可是他不敢回答 他到處去咬人 他這種構成怪怪 你剛剛那一張三次貸款的那一張 來來來 謝忍 這個我稍微破解了一下 因為我也去找一位被詐騙集團騙的朋友 他說他真的被騙不少錢 然後我說這個是什麼狀況 然後就是你有投錢進去 然後他有錢來給你 譬如你一百萬 他真的給你十萬了 他就叫你再加碼 然後加碼再加碼 然後你 而且你達到一個成績 你的那個利息會更高 那但是你不夠的時候 他會叫你 所以第二次貸款追加 第二次是追加 追加之後你又高起來 你又死誰之位 第三次又再叫你追加 所以這是第三次的追加 所以才會分三次去設定 當然他為什麼有本事能設定 超過他的房價 我們就不知道 那 所以我說那第四次 好 第四次就是那一百萬 那個追加 對 那個不是還利息 利息沒有這樣再還的 對啊 沒有利息在兩個月之內 還一百萬的利息 是要 他說那個就是第四次的追加 所以 從這裡我們來看 但是 我們也不要把許曉欣講得太那個 因為我前天回我媽媽家 我媽媽八十幾歲 他說你怎麼對許曉欣這麼壞 你們這些人 我說 不過許曉欣 美黃月水老師 又老又醜的老太婆 歐媽很慘 因為很敢於黃月水 她說你給她賣回來 我說又老又醜的老太婆 那不是 只要是人都不會說出那種話 像我 我就不會說誰是什麼 又矮又凶的大面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對他 這果然中文系畢業 罵人不太張智 所以我們來和藍可親的說一點 我現在覺得許曉欣 我開始同情他了 怎麼說 因為我以前以為他很聰明 現在發現他很蠢 譬如說說他怎麼蠢 就像他為了要模糊 轉移焦點 跟只有偉大的林涛 跟林涛跟他這個革命感情的人 可以陪他去開這種記者會 這種記者會 大家去開都會覺得很丟臉 為什麼 你去講正立軍家族 你的姻親你都說不是家人了 鄭立軍跟他老公 另外兩個是朋友 這樣叫家人 人家這樣叫家人 然後你們那樣不叫家人 第二個 你說人家開的子公司是白手套 Google在台灣也有子公司 Nite在台灣也有子公司 Unikoro的子公司叫做UOE庫 你現在很熟嗎 你最近買了第一件 對不對 你那些子公司都是白手套嗎 蠢話嘛 第三個蠢話 台上去賺錢 這叫賺紅錢 那我們每年一百多億的錢 都是紅錢 所有在台灣從中國賺來的錢 都叫做紅錢 這完全是無恥的污衊 而且是極蠢的 聽到人家都不屑一顧的話 你居然用這個東西來 想要轉移焦點 想要來攻擊未來的副院長 我覺得你真的是蠢到極點 包括說這件事情 我們先不要說 他有沒有牽涉到這個案子 我們就不要 未審先判 就很簡單一個標準 你不是反詐及先鋒嗎 你不是對反詐聲痛誤訣嗎 你不是看到幾個人人家吃飯 還不是同桌 只是一大群人吃飯 其中有兩個設詐 還不知道當時是設詐 還是後來設詐 你就說你沒有關係 給我講出來 對不對 甚至不小心一大張 幾十個人拍照片被拍到 就說你一定跟他有關係 卓冠廷就是苦主 然後你既然對這些人這麼敏感 這麼深痛誤解 欲出自而後快 為什麼你的親 你的姻親 就是姻親 他們兩度涉及這個詐欺 涉及洗錢不起訴 你都不知道 奇怪了 你為什麼變得這麼遲鈍 然後當你的媽媽 這應該很嚴重 屏東的民衣居然弄到要去帶一間房子 還要去設法涉嫌抄帶 去付這個錢 表示前面已經不知道給了多少錢了 給到連利息都付不起這種狀況 那你都沒有擔心 你媽現在你切割 或你婆婆借錢你完全不知道 好 就算這些我都相信你 我相信你真的很困難 真的 我盡量努力 那跟你要一百萬的時候 你沒有問一下嗎 媽 為什麼要一百萬 為什麼會欠利息一百萬 你是當時去做錢 你去打鼓 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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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詐欺咧 你這個你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詐欺安不是有很多受害人嗎 那你這個反詐如仇的人 你為什麼沒有來找這些受害人 大家一起來討錢的也沒有 你都沒有你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一個蠢到不能再蠢的傢伙 還自以為聰明 在那邊到處亂告 你在講他蠢他明天你又變成狗 蠢 他說很蠢的國民情 蠢 我就是說你蠢 這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然後到處亂告 苗不要說你穿NLV 你告他 穿NLV犯法嗎 丟臉 這奇怪 丟臉對不對 然後溫朗東說你 溫朗東有沒有當兵 關公共利益什麼事情 關國家利益什麼事情 連勝我沒有當兵 關國家利益什麼事 講完還沒有當兵 關國家利益什麼事 輪到你去告 所以連黃鋼琴都看不下去 都在罵說你 你這立法委員不好好做事情 在那邊胡搞瞎搞 所以我覺得 你要這樣講我也會啦 狗如果亂咬人 人並不會去咬狗 我不是說許小星是狗啦 但是狗如果敢咬我 我一定會用力踹他 我們兩個都這樣 沒有比較開心 沒有 幫你出口氣 繼續踹 對不對 所以你這傢伙你看這個許小星 今天在大家心目中 你就是這個樣子啦 你就是這樣子一隻 全身名牌的秘幻 所以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開始收斂了 你歷任這個洪秀柱的發言人 朱立倫的發言人 馬英九卸任之後的發言人 你居然要照著愛佩念 哇這千古難得一見的奇觀啊 對不對 然後你喊告這個喊告那個 大家都只是合理推測喔 周刊寫得清清楚楚 你為什麼不去告他 你為什麼不告他 你連講都敢講一聲 表示什麼 表示你虛虛 所以奉勸許小星 你的腦子真的不夠好 你真的滿蠢的 所以你不要自以為聰明再玩下去 再玩下去你會玩死自己 OK 好 那曉慧你當第三屆立委了對不對 對 我剛剛就是聽 勞力士借我們看一下 沒有 這應該是我今天身上最貴的東西 就是這支 你那支錶多少錢 就是Apple Watch Apple Watch 應該大家都知道行情吧 一萬多塊 一萬多塊 是啦 是啦 是沒錯 人家許小星第一屆當立委就有勞力士 我剛剛就是聽大家在講的時候 我真的內心越聽越沉重 我說這白白做立委 怎麼大家立委做起來 你一樣的薪水 怎麼做事情差這麼多 真的 大家如果看看 我們立法委員 這麼辛辛苦苦選上以後 一屆就是48個月 48個月 現在二 三 四已經過了三個月了 認真想一想 請問一下許小星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可以讓大家覺得 選這個立委領這份薪水 是值得的 他讓大家認識很多名牌 對 我現在就是這樣覺得 我想說奇怪了 我每天這麼認真 我想想看 我剛剛在回想 我這幾個月 這幾個禮拜做的事情 我們修了國籍法 處理黑戶寶寶的問題 幫醫事人員爭取權利 我還提了癌症防治法 結果我的聲量 我剛剛一查 我上節目之前我一查 我的聲量才一萬多 一萬多比 就連我要宣布 選新北市黨部主委那天 都只有一千多比 你的總聲量一萬多 我的總聲量一萬多 你知道許小星多少嗎 他光負面了就七萬多了 一百萬 許小星的聲量是一百萬 第一高的時候是 哭倒在傅崑崎懷裡那一天 但第二高是什麼 是罵溫朗東那一天 所以我朗東還是很有用 恭喜你現在跟傅崑崎同等級了 對 所以難怪 難怪大家都知道許小星 至於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難怪他很衝 他覺得他繼續這一題 搞不好他也覺得沒傷 反正這樣當立委 真的是很好做 每天只要罵罵人 然後回來只要哭一哭說 其實我不是 最後再去上同溫層的節目 這樣一樣領這筆薪 這不是很快樂的事情嗎 你看看 如果說對整體立法院而言 他有什麼貢獻的話 我覺得就像剛剛晃哥說的 教大家認識了很多的名牌之外 其實我覺得邱憶營 林楚音 吳思瑤 其實要感謝許小星 因為許小星的事件之後 讓大家發現 原來我們民進黨的這些 比較會穿衣服的打扮的立委 原來他們用的都是平價的 原來是人家很有品味 找平價的東西穿在身上 其實大家也都覺得那是名牌 或者說其實他可能是帶動了這個 快時尚 你看像今天在座不管是林濤 還是冠亭 裡面那一件看林口就知道 應該都是Uni-Claw的 我這件事 對 這些大家都走平價風了 對不對 你是什麼號 我是 你們倆是 你們倆是要交換衣服穿嗎 應該是同一件 他可能買一送衣 他最近變瘦了 我再講這個 之前比較穿不下 每隔禮拜委員上 進來國會之前還要先檢查一下 自己的衣著配飾 也許是許小星的貢獻 但是我必須說 我真心的覺得 因為我過去也是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我們在處理的是 文化 時尚 公益 其實精品真的沒有錯 精品是設計 是藝術 是工藝 是好事 其實我們當時也都撥很多預算去支持 你要把整個月的薪水 你不吃不喝 通通拿去買精品 也沒有錯 現在錯的其實是許小星 他的收入 和他擁有的那麼多的精品 顯不相當 是顯不相當再有問題 還有最後就是 他過去怎麼講別人的 現在只是回力標打到自己而已 所以整體而言 我還是回到意思說 別人在做的禮標 他這麼好做 我實在是覺得很不甘願 我發現從許小星 那個勞力士手錶被揭露之後 我發現國民黨的公職人員 上節目都不戴手錶了 因為沒有便宜的錶可以戴 對 因為暫時還買不到 那個500塊或5000塊的錶 所以先把什麼PP AP 勞力士先藏起來 不過我請教朗東 因為這件事情賴清德 也受此餘之殃 開始有這個比較清爛的粉 賴清德有三次勞力士 超過多少 100萬 然後接著民眾黨的小草 一樣畫葫蘆造句 結果沒想到這次回力標來得更快 打到自己 因為馬上被四超貓逮到說 不對 黃河昌 你們兩夫妻的表價值100萬 而且你還忘記申報 沒錯 因為台灣民眾黨 昨天就非常的無聊 他可能是要幫許小星講講話 因為許小星剛剛也很熟 他就說賴清德有去解釋 是不是有帶勞力士這件事情 其實簡單講是說賴清德一支錶 是媽媽送了幾百塊 然後他親戚有送他過一支勞力士 然後還弄丟了 賴清德他自己去日本的時候 也有買一支10萬出頭的勞力士 結果民眾黨拿這個來做文章 說溫馨 然後那個叫開放照樣叫去 結果下面留言大翻車 發現說連一堆民眾黨的支持者 都已經看不下去了 然後就開始留言說什麼 他就照樣照去 有一次想要立法院黨團主任 就一腳把副主任寶寶 踢到旁邊哭哭 然後我就上位了 就講陳志涵 然後說黃珊珊說立法院開會 邀民間團體 然後就邀請限縮二次元創作權的 這個展翅協會 因為很多年輕人覺得 他們限制這個數位創作權 還有這個就更好笑 柯文哲柯P表示 我爸爸有一次經過新竹某農地 想說我當醫生需要一塊地 所以買了大概幾百萬的這個農地 柯文哲他自己去炒作農地 買了特農地在那邊種遊覽車 弄停車場 還去種芭拉 芭拉還死掉 這件事情的話 他們竟然還都不敢搶 很多民眾黨的小草 都留類似的留言 這是其中一則 他說賴清德是醫生 一輩子捐款捐一堆錢 收入買個十萬的表 其實沒有很過分 柯文哲都已經買上億的房子了 等等的 其實這個事情 有一些就是剛剛 薛小卿也有去的節目 就是想要說說賴清德 他買了十萬左右的勞力士 做什麼說法會衝突 十萬塊的勞力士是哪一款 因為我也蠻喜歡勞力士的 我有帶他的這個小弟 帝多這個表 十一萬五千塊錢 但是因為他跟勞力士 有配表的關係 現在降到八萬塊 我很心痛 然後現在賴清德 當初就不聽我的勸 勸你不要買 對 不聽 要繼續帶卡西歐就好了 勞力士 16233這一支表 大概就是1989年左右 然後出了大概十幾年的表 所以那個時候剛出來的這個時候 在90年代是非常紅 非常知名的這個表 因為他是很好辨識 有五株鏈 加上這邊是有半金的 這邊是不鏽鋼 這邊是黃金 那這支表那時候就十幾萬 所以如果你有長期觀察表的市場的話 賴清德那個時候 如果是在二十幾年前他去日本 順便去投資一支可以帶二三十年 帶到現在都還很好看的這個表 以他醫生的身分也沒有很過分 其實我們去討論許曉欣做這些事情 都是第一個 跟你的收入顯不相當 你才剛當台北市議員 又當當立委 怎麼你那個名牌包 一個接一個一直換 然後還有什麼手鍊什麼 十幾二十萬 加起來都破兩三百萬 更重要的是說許曉欣他過去 就是說他家裡面沒錢 開早餐店 然後這個很窮 用這個方式去募款 2018年這樣講 現在最新的一個說法 又開始講說 沒有啦 我們那天日賺兩萬元 然後他昨天就改了一個講法說 沒有 我們這個全家人 租在早餐店的樓上還幹嘛 擠那個很小 後面 有大概就已經開始了 住在那個店裡面 然後這個有一個房間 一瓶三個人 一瓶 我覺得這個有個誠信的問題 每次說法都不一樣 先從家裡沒錢 然後要幫忙家裡面 去做早餐 然後現在又變成說 這個早餐店其實很有錢 跟媽媽會互相換名牌包 現在又變成說 他們那時候租房子 然後租房子只能住都非常小 他租的房子小到 看起來就是比我學生時候 六千塊錢在新北租的還不如 三個人住一瓶 那金品包要放哪裡 對 那金品包沒有 他不好看 可林 你這樣有點倒果為因 我在想可能因為 金品包占掉太多空間 所以睡覺的地方不多 對 然後陳志涵 他們這個長團這個組 結果 他們自己也被發現 也是帶香奈兒的耳環 大概差不多四萬塊左右 但我們也沒有說 買金品也什麼不對 這也是促進消費 你欣賞 你喜歡 你買得起 你就去買 但是也沒有說什麼奢不奢侈 但你就不要雙重標準 然後一下說自己有錢 一下說沒錢 然後一下就發現說 全部名牌包 說法反覆 然後這件事情就扯到 賴信者身上去 然後搞到因為很多那些 其實小草們家裡也沒有很窮 他們也都知道是說一個醫生 在二三十年前去買一支老力士錶 也不是什麼很頂級的錶 你知道顏寬他爸 然後顏清錶 他帶了那支總統鏈的那支錶 那個是上百萬的 滴滴 對 滴滴那是上百萬 所以重點回來是說賴信者做這件事 是很正常的 結果他這樣子一個攻擊之後 我覺得他想要幫徐曉信講話 結果反而讓民眾黨自己的支持者 都已經看不下去了 換柯其實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不管是徐曉信 或是賴準總統 他要買任何的東西 只要他負擔得起 我覺得都是尊重的 金品就是問題 我們買平價或他買金品 我覺得都是OK的 因為個人的選擇 可是重點是你要講真話 曉信他說被人家講說 這多少錢 他也是直接講說 這是多少錢 確實 他也沒有否認 可是重點是 有一個黨的發言人吳徵 他就跟賴金德講的不一樣 他在直播裡面 吳徵說兩支都不是勞力士 今天賴總統出來講說 有一支是勞力士 怎麼辦 就是說我覺得公共的評論 他當然有喜好跟價值 可是資訊一定要正確 要真實 其實對於國民黨 對於我們民進黨的發言系統的指證 我們心難接受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一開始說的兵荒馬亂 大家資訊可能有點講不正確 可是我們全部都更正 而且我們坦率的跟社會大眾講 賴金德身上這兩支手錶是什麼狀況 我們甚至連他的價格 如何取得所有細節 也都跟大家講了 所以我們這是負責任的表現 那一樣標準 那可不可以用這樣子的標準 要求國民黨現在被質疑的人 一樣標準就好 謝謝 你的路雷 我路雷怎麼路雷 你路雷在賺的 你有賺的嗎 如果說到手錶 我的經驗 以前去中國打魚的時候 我們老闆拿一支鑰鑰給我刮 已經我第一次知道 有一個品牌叫做配吶鞋 說那支刮起來 如果刺到八十一百這樣 我嚇壞 我出門我都暗的 那A房的 我問老闆說是怎麼掛這個 他說你要掛這個 那中國人比較會跟你說話 那中國的老闆都應該看你的氣 所以原來 比我身分 你不知道 你說白祖的標 有一個時候在中國很流行 那時候有一個台商說一個笑話 說一個人在吃火鍋 不是一鍋在中 大家拿筒要買菜 手衝出來 來喔來喔來喔 十幾支都一樣 所以我沒有別說 後來我就知道 如果這個鄉主算到後面 是幾百萬幾千萬 不然我一開始賣勝就好了 所以我就沒有看標 我唯一的標是 那個太陽人的電子錶 那種運動的那種的 那也是台灣人創辦的 加民 加民就是一個加一個民人的人 辦的 好 抱歉 他的配到這裡就好了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我們今天就不是說 你好的還是愛錢 是不對的事情 沒有 但是政治 我們要財產信佈 對不對 我問你 你像剛才人說 民眾黨說照樣照聚 他們都不記得黃國昌 有兩支標 一百萬還不記得信佈 郭昌愛 郭昌愛 郭昌愛漏氣 漏完齋 他這人 他跟他一樣都不在地獎 他就發的時候都很厲害 黃國昌他的切勢 現在就是 我說黃國昌為什麼這麼愛柯建民 為什麼 起到日本每天都在渴求 建民最關愛的眼神 因為他每天在研究柯建民的法案 他每天每天都要他遊覽而生 你看他的工作就是 看他2012做什麼 2016做什麼 那恐怖情人 你會去關心一個人 關心他10年前20年前 在做什麼 你要看黃國昌他的工作就是 每天研究柯建民 他在睡覺的時候他都會想到柯建民 愛起來的時候也會想到柯建民 他去理會的時候就嘴巴叫著柯建民 所以他就整個心都是愛柯建民 他要為了尋求柯建民的關注和關愛的眼神 每天都會唸 每天都會唸 連連說不行也沒辦法 他以前才有在唸 他前兩天不是搶柯建民說你沒唸 你這麼老子在那裡挨握 你這樣沒唸 你黃國昌立民人歡迎他的時候很唸 你怎麼那麼歡迎他的時候都跟警察說過 還會失了 不好意思我來檢查一下 你自己就沒在毛出身 你在說人沒在毛 要找死人 所以黃國昌上標準這個 我要說如果警察沒有加國民黨而已 他沒有加國民黨很簡單 我之前我就在這個節目說過了 中南部的政典 你如果印象國民黨都留一個小平頭有沒有 我問你為什麼要加國民黨 你也說台語的你怎麼不加民進黨 他說我如果醫生立書 我會加國民黨 我就是有案 我不在這裡國民黨 我就是我就是查查不夠 我不在這裡國民黨 所以醫生立書進行行 我剛好是國民黨最欠的 所以太陽花十週年成果發表會 一個醫生 一個立書 讓國民黨用來做武器 我叫科文做到黃國昌 他們兩個做不到的事情在發瘋了嗎 一天都不在說人家財產申報 去讓發言人抓起來說你的行李有多少 結果現在黃國昌自己也沒有報 兩腳手表跟那個主報 黃國昌好爬到嚇死人 我讓你們覺得他很善者 我覺得這種想定標準很不好 而且都被我們討論到 我正經是戴九倍出身的 結果去給他一倍刷到 正經艱苦的 我坦白說 你如果一倍出身的 你有夠到這麼一倍的人嗎 對不對 我們戴特邦出身的 我自小人家 房間沒結婚的 我看他就他看他就 我這樣一直吃到十八歲 這不真是正經的 因為你們政治你們都撒在黑白說 還我們說的真實的故事 都當作是刷的 真的困苦的 大家沒關心 這個好爬到嚇死人的 連報就沒報的 連基本要求說 給你拜託的 你好爬你們家的事 你讓我寫一下 連寫就不完寫 跟自己還不可以 說你的表情 他就說你的房子 他就說你的房子 這樣有進步 這樣有老死 現在是怎麼的進步 就是怕你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對不對 我剛才有去年大哥 節目之前在說 老公什麼罪最嚴重 財產來源不明罪 因為沒有跟老婆講 民意代表什麼事情也很嚴重 財產來源不明罪 你沒有跟百姓講 所以今天你來質疑 這是怎麼很困難 有什麼不可以說 不然聽好 不然跟我質疑 結果你想說 我們這麼善才會不會向質疑 我今天爸爸 不用去跟國民黨說 我一家250萬的房子太多 我250萬不知道要有200萬嗎 對不對 台北市的爬手 我250萬就知道有200萬 我講一下你不相信 250萬 黃國昌不會去的新報 他就超過250萬 他不會去你報 就超過250萬 你看我有夠漏氣 所以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就希望大家 我跟你說 民進黨有嗎 有 以前也有發生過 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叫他賣算 叫他退算 叫他事実 叫他什麼公佈 問的這個局處處長 國民黨是保護 暗藏又派火出來 退一遍 民進黨是發發的 有嘴巴人 沒有嘴巴人 這樣標準到底 有分別 有這麼困難 我沒想到 他到冠廷有講 說在其實今年選前 這個所謂的詐騙 是國民黨猛攻的一個議題 我們看當時國民黨是怎麼講的 六月 去年六月 打炸國家隊 越打詐騙 越橫行 藍黨團說 根本是踢皮球國家隊 當時是這樣罵民進黨 剛剛講的這個徐曉昕 他的大姑跟詐騙集團有關 來 洪孟凱 他幫這個詐騙集團 二五電信開協調會 而且什麼時候開 你知道 在去年的十一月 今年一月選立委 他在去年十一月開 選舉個人都知道 選前一兩個月 大概是候選人最忙的時候 這個時候能抽出時間 來幫你開協調會 那應該就是有特別交情 才會嘛 這個去年十二月 對不起我講出來不是十一月 是十二月 發文要求中華電信 NCC派員到立法院 並跟二五電信協商 國外漫遊服務 應否具備MVNO的資格 MVNO就是沒有基地台的 行動服務業者 結果這家二五電信 是提供黑莓卡 給詐騙集團使用 被抓到之後 洪孟凱昨天講 他說 好啦 後續不再提供協助了 那苦林 如果照這個標準 洪孟凱是不是你出來講清楚 你跟詐騙集團什麼關係 你不只吃飯還跟他幫他開協調會 我覺得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思考這些人的思路 就是說 今天你洪孟凱 你去幫一個詐騙公司 這個開協調會 堂而皇之喔 公開的去幫忙他 好啦就算你那時候不知道了 但是畢竟你也是一個幫兇嘛 畢竟他說 你看連立委員都幫他講話 那顯然他是可信的嘛 所以既然他是可信的 我們就相信他嘛 就好像徐曉晴一樣嘛 我就不相信說 他的大公子 他的姐夫 在那邊吸引顧客的時候 不會說徐曉晴是我什麼人 對不對 一定會講的嘛 不講話 你憑什麼來拐到這麼多錢 那你洪孟凱你做這件事情 就算你不知情好了 那現在事後你就說對不起 我當時不知道 我很抱歉 那我以後絕對不會再做這種事 我以後不提供協助了 好 我打破玻璃了 然後老實說誰打破玻璃 對啊 我打的 我以後不會再打了 這樣可以嗎 這莫名其妙 做人的基本都沒有 我真的是我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說這就像剛剛這個 冠寧講的 你就講清楚 你就道個歉 不會死 沒有人看不起道歉的人 只有大家只會看不起那種死不認錯的人 你現在你這樣子 你對大家沒有一句抱歉的話 就我以後不做就是了 抓監被抓到 我以後不再亂搞就是了 這樣就算了嘛 賠錢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做錯事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你做錯事 以洪孟凱這種狀況 其實你大可以出來講說 對不起 我開協調會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 他有跟詐騙集團賣黑莓卡 提供給詐騙集團使用 我以後在接受選民稱情的時候 我會更加注意 這樣說不是很漂亮的 結果以後不再提供協助 可是你們去年開記者會的時候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人比較小 這個人就是洪孟凱 你去年還在開記者會在罵說是什麼 詐騙國家隊 然後越打炸越多 這個人就洪孟凱 結果你六月開記者會 半年之後你幫詐騙集團開協調會 雖然有人講說施壓中華電信 但洪孟凱說沒有 他在會中要求中華電信 我們要幫他還原一下 他說要求中華電信依法辦理 不管情況怎麼樣 但是這件事情你終究就是做了 那你就是 剛揮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現在在台灣的政壇 好像死不認錯 現在變成一個主流 那我們繼續來看 從這個不管是徐曉星的事情 或是洪孟凱幫詐騙集團疏通這個事情 這個林陶你要不要幫洪孟凱講一下話 因為孟凱委員已經講了 就是說如果他知道他詐騙 他也不會幫 所以就是說因為這一個詐團 他喬裝自己是被害者 但身為民代有時候 因為剛才黃哥也講到 他在選前最忙的時候 剛好選不安靜來說他是受害者 所以幫他開一個協調會 所以我覺得說 當我們在民調做選譜 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有時候你做一個協調 那本來就會涉嫌 所以他也講到在這個過程中 這協調會是沒有結論的 還好沒有結論 就是沒有幫這個詐團 進一步的有影響到任何人 我覺得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所以我覺得 就是當然就是現在 詐騙集團猖獗 跟他前面看那幾則位 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當然可以講說 現在台灣詐騙集團猖獗 連他在做這個選譜案 這個受害者的判斷上面 也是詐騙集團很會講 講東講西 然後拿各種文件給他 所以我覺得現在 他都要滿小心的 這就是洪孟凱不如林濤的部分 你看這種講法多好 馬上就轉過來 還把自己也變成是受害者的狀況 這樣說很厲害 但是洪孟凱就是不是這樣說的 洪孟凱就是 這都跟我沒有關係 我以後不會了 就回到了苦林大哥這種版本 就是死不認錯 所以我真心的覺得 因為我們自己都是明代 老實講我們也都有這種風險 就是有時候 確實是在選服的方面 一方面你要接受民眾的陳情 快速回應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講 說實在的 你也沒有辦法調查到 他是不是真的是完完全 他說的都是實話 所以我在這題上面 為了以後沒有回力標 我現在也必須要講清楚 對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調查到這樣 所以萬一有時候採雷 也是有可能的 這沒有問題 但重點就是事後的態度 如果像林濤剛剛這樣講的話 像古林大哥剛剛這樣講的話 跟大家抱歉說 我當時查得還不夠 我未來會更謹慎 這樣確實是比較負責任 洪孟凱這個我就太盡了 可是許曉欣 如果大家想要 如果照許曉欣的標準 應該怎樣罵洪孟凱 洪孟凱你這個傢伙 竟然敢公開跟詐騙集團協調 還幫他對電信公司 你最不可證 你最好都講出來 我這邊還有很多資料 很多照片到時候都出來 你到底是沒有辨別能力 還是主動有犯意 你跟詐騙集團怎麼可能不認識 他就開始喝點臉 你不要以為你是淡水區的小王子 我最在意了 因為他上次就是這樣罵我的 而且洪孟凱 去年5月的時候還秀了一張照片 說林佳龍跟IMB的那個誰 有一張合照 洪孟凱這樣不是一句沒出席就帶過 那同樣一句話 你一張合照你就說有關係 你現在直接幫詐騙集團 去喬事情去跟去討論 那你也不要用你至於不知情就帶過 是啊 榮譽顧問跟大家報告一下 可能議員接收陳情跟立委的 還是有一點點程度的不同 如果立委在接程前有的時候 全國國庭不知道從哪裡來 所以出事是拼著火 多數 在地有可能是李長到趙姐 我們派左立主任過 國會這邊我們有可能也是 請主任跟客廚長來處理 洪孟凱這是親自出席 親自出席的等級是最高的 而且在選投票前一個月 老實講對 這個真的是最高顧問 如果不是詐騙集團很重 不是很親近的人介紹的話 不會 一定有一個誰跟洪孟凱說 這間很重要的 你誰會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其實委員通常有時候 因為我們的時間真的很少 而且在選前一個月 那是最忙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洪孟凱 你就反正上一次當 學一次乖 你是不是上當說才我不太清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關心一下高鴻安 高鴻安到越南去 他說去招商 結果我們一般的理解是說 越南招商 那應該招的商 應該是這個外商到新竹來投資 因為新的市長 結果他跑去找台商 跑去找台商 奇怪了 越南的台商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是為台灣出錢的 他本來就在台灣 在台灣出錢的 你現在要叫他回來 這樣不是怪怪的 所以他當時會到國外去投資 一定有他策略上或商業上的考量 所以結果第一家被這個 他去這間公司 你看他的自己臉書發的 這家公司 你看 哇這個 大家招商 這個 很熱絡 對不對 很認真 好 就被他的好朋友 前 前局長 前局長 就是他前國外局長 前光明 他找到這家公司 這家是什麼 振興活塞 你知道這家公司在哪裡有嗎 在我高雄 在高雄 落定啦 說總共司在落定啦 你跑去外南 千里丟丟 花第二預備金 跑去外南 接受傷 結果 找到一家總共司在高雄落定 劉議員 這到底怎麼回事 是他幕僚都沒有做功課嗎 我覺得從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來 高宏安的團隊 就是從來沒有在新竹生根過 高宏安他在這一個越南的行程 就是拜訪這個台商之後 有發了一篇文章 說我們希望可以跟這個越南的台商 保持了良好的連結 那因為我們在地香山的 這個過去式傳統工業區 未來我們要做這個產業升級 要來做這個不管是叫做精密園區 還是研發中心等等的 希望可以來把這個新的產業帶進來 好 他說演書上面說要帶新的產業進來 結果是跑到越南去 找了一個在台灣有總部 然後因為越南的人力成本相對低廉 為了要降低生產成本 而到越南去設廠的廠商 來去做拜會 這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假設如果今天高安 他想要邀請台積電 在新竹擴大投資 把更先進的製程的研發中心 希望來設在我們香山的話 然後他跑去熊本的台積電新廠 就說我來拜訪熊本的台積電的新廠 希望可以把台積電帶回我們新竹 你覺得這一家叫正星火塞 看一下 在高雄路族區中山路1455之1號 我不曉得他在越南場負責人是哪一位幹部 但是總有一個最高的幹部負責人 他聽到高雄文這樣講的時候 心裡不曉得有沒有三條線說 幾張你也拜託我台灣來的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臨時的任務 因為高雄文他就是因為 為了要跟易蕭出去這一次出國的行程 然後被大家質疑 他說你上任才不到一年半 然後就出國了三次 為什麼這次又要出遊這樣子 覺得頻率很高才會被質疑 後來他就是因為被質疑 還說我不是只是跟易蕭去玩 我是還有安排這個考察的行程 那就被我抓到說 我們去年在議會審議 那個考察預算的時候 就已經有審到了 今年113年度 新武士政府要去考察的國家 有韓國跟新加坡 就是沒有越南嘛 就是沒有越南的話 那他怎麼可以說 他去這個越南是考察行程 對啊 他如果說 他是越南是考察 怎麼可以用這個二倍金 這樣就完全繞過了議會的審查 那就代表說因為他被質疑了 所以他一時之間慌了 所以才趕快叫幕僚說 趕快幫我安排一個臨時的行程 看是不是能夠讓這個 單純出去玩的行程 看起來像是稍微像是考察一點 所以才會 就再鬧出了這個笑話說 我跑到了一個 在台灣有總部的越南台商去考察 他這個公安就是官司纏身 導致假鬼假拐 這是假鬼假拐 義消得獎 衛繞之旅就是去玩的 市長你陪就跟大家講 我們衛繞義消 我陪他們去玩 去走一走 有錯嗎 不會有人說你有錯 沒錯 議員念念而已 劉議員在議會只能講 一年多去個三次 摸一摸皮毛而已 你假鬼假拐 搞到變成說我要去越南 招商去看一間 未設在高雄的活摘公司 這變成笑話一場 好退萬步 我們假使他真的是去考察的 議員我們都降低標準 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安過去考察 考察他什麼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安三次出訪的 其中一次到日本去 來 我們看一下他的 所謂的考察報告 超級厲害 照片說明高雄市 首次踏入岡山市議所 受到高規格的迎接方式 一頁 很棒吧 高規格迎接方式一張照片 右邊更扯 岡山市的職員們 在門口列隊及二樓走廊 給予訪問團熱烈的歡迎 掌聲響徹整個大廳 感受到對方的熱情與震撼 好震撼 高雄安 你花納稅人的錢 你給我寫了一本報告 你感受到了對方的震撼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納稅人 我心除市民 我看到你的報告才震撼 你去看了什麼 這個還是正式的 到日本的考察參謀 今天這場是什麼 這個對不起 我補充一下 他去岡山才是莫名其妙 因為他去看的是岡山火車站 為什麼去看岡山火車站 因為林志堅要蓋大新竹火車站 是利用岡山火車站為藍本 所以才有彼此的合作 你高安把大新竹車站廢掉了 然後你跑去岡山火車站 受到熱烈歡迎 我真的不曉得這家人在幹什麼 真的假鬼假鬼 是 所以前面你看考察了 考察了受到熱烈歡迎 然後現在回來 這有回答循規正傳 益銷 益銷你就是陪他去玩的 位到益銷兄弟得獎 沒錯 市長就要去戰 去次數多了點三次 一年多出國次數多了點 市長不到一年半 不到一年半三次 日本 美國 這是益銷 這認了 你現在硬要講說去考察 議員完全逮到你把柄 你考察你考察什麼 考察計畫是什麼 考察預算是什麼 再來 市府沒人陪你去 沒有局處首長跟你去 我們以前在市府服務過 你去考察今天是影視產業 新聞局要去 文化產業文化局要去 招商引擲情報局要去 請問誰跟你去 你這是假的 所以說變成笑話一場 其實我覺得高鴻安 真的很想當高雄市長 因為你看 他去越南看在高雄露竹的公司 跑到日本岡山 你去高雄岡山不是比較快 搭高鐵就到了 朗東 他的幕僚有這麼差勁嗎 找到一家台商 然後總公司在高雄露竹 然後說我要來招商 那個就是事後找的 因為他一開始的說法 其實還滿精確 就是慰勞益銷 其實這樣講沒錯 其實也沒什麼錯 他就承認說 因為銷銷要開心 然後對整個城市發展也好 他自己也要去開心一下 因為他一定要提早要退學了 要去畢業旅行 所以說就跟著他一起去玩 他坦然承認 坦白講也不太好去攻擊他什麼 因為頂多就是說 你拿市府二倍金出去玩 好像這個形象不太好 頂多就是這樣 也沒有到違法層級的問題 只是說他為了捍衛他的形象 後面在那邊掩飾說 沒有我要去招商 就問你招商有沒有帶產業 相關的一些局處首長一起去 就沒有 你去招商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看當地的 越南相關的一些產業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 新竹這邊的設廠或有一些投資 也沒有 找了老半天 找了一個在高雄的台商去越南 剛好在現港開了一家工廠區 那邊參觀一下 其實他這樣對銀銷也不是很好 那銀銷就是去玩 我是來玩 你帶我來看工廠幹什麼 你硬要把它拖到招商裡面 去為了你自己的這個面子 浪費我半天旅遊時間 對 你要去玩 你就坦然承認好好去玩 不過前幾個月 過年的時候也才應該去現港玩 還有一些旅遊心得都有去跟高雄剛分享 要玩你就安心去玩 你就不要解釋一堆有的沒的 你反而越解釋 就選現書 你這個人謊話連篇 你旅遊心得有沒有寫臉書 有有啊 你小心喔 到時候交考察報告 搞不好不小心操到你 有可能 你要仔細看一下 對 到時候有些人可能複製貼上 你就把我心臟給他貼上去 對 要注意 要注意 看起來港玩這段 其實早上大家都說 說衛繞益宵 我就不可以出來這途 其實沒什麼 為什麼要叫做招商考察 考察這個東西 我算運氣比較壞 剛好做立委會議員的時候 去營業務院 所以你沒辦法出國 沒辦法出國 有出國 聽說 聽說國防外交有禮賓通道 叫立委的助理功能 我就走過 全部也沒走過 所以我對考察一無所有 只身最大的取入 但是 高翁安 如果拚大寫 不用得為負心職強縮酬 我們台中有一個 全部的考察回來 誰叫 夭壽戰 你就用一個跑馬 這像 你如果科技一點 你剛好還可以跟一個少年 這樣 夭壽戰 我會拜託 考察 親民黨議員 親民黨議員 對 考察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要去親國 新鮑也要去 我們台灣就沒有親國 所以我們去了解一個人去做什麼 比如說我們要招商引資 要一條龍什麼農產品 魚產品的貨物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這個技術 我們去學習 比如說我們要轉型 工業程式如何轉成媒體程式 看是英國曼特斯特 或是美國底特律 我們就來考察 我們沒有 我們只要去考察 你新鮑的市長 走去外南找一個高雄的公司 你為什麼 你會沒理會跟你說新南省 你會叫你去高雄 走去外南找一個地方 對不對 我一直都在新鮑的南邊 我就扯票買 扯票買做基票高雄 走去外南 不要這樣含 你科技市長 你現在動作你的雞雞家都沒有科技 你動作你的雞雞家 不用用手機 剛才這個就是拍馬屁考察 這個就是拍馬屁報告 對不對 我跟你說你這個報告 一般的公司他就不在床收了 你在跟年輕人是在年輕人我會大 你支撤會哪裡支撤會 對不對 一般的公司這個報告 報告你也會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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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三民治家族 一邊是地方派的祝福 一邊就用空站跟你講 一邊說就要用保守牌的議題 民政黨這邊就用進步牌跟你講 民政黨入在中 像夾心餅乾 所以接下來 我這種事情越來越多 但民政黨真的很好 真的進步 真的空前 真的年輕 你看他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跟民政黨到底有什麼不同 說我們現在到底對新的市民 做到什麼 新引進步科技的東西 你要看錢全部都花在新鋪上而已 對不對 新的那一陣用幫救助 蓋到我說幫救援 幫救救援我也很興奮 林澤宣在新的市 救助 新的救助 普通一個條箱 好 我也是很興奮 我也是很希望他趕快好 救助 不對 開減車金融金融 來啊 你現在用救助做議題 說我們用救助做議題 用到現在救助成功 誰要扶植 你說我們要扶植 不是成功啦 變沼澤 真的有掌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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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失敗了 人家說水果是發明而已 他水果真的種香菇出來 結果你人在哪裡 在外面在接高雄的胸 拜託不要再鬧了 查到3Q說民眾黨有沒有比較進步 他不知道 但是3Q 我跟你確定一件事 他的辦公室很進步 來 同學 他的辦公室聽說像迷宮一樣 沒有錯 剛剛3Q說到了 高雄安很喜歡把錢花在自己身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我們看到他這一個辦公室 他把他的辦公室重新裝潢了以後 還特地請媒體來這樣子 從頭到尾拍過一片 帶大家來開箱說 我們的辦公室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好 那這一點我也就算了 可能每一任新任首長上來 多多少少都會去對於自己的 這個辦公室的動線 幫我們介紹一下辦公室 我很好奇 到底有多華麗 其實也不是說多華麗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看不出來 這一個150萬的標案 他錢到底是花在哪裡 他這一次還特地去介紹說 他這邊有一個密道 密道一打開了以後 外面有一個會客室 為什麼要密道 要討難用了嗎 對啊 他就是 我覺得他有可能是 不太想要讓外面的市府員工 可以直接看得到 這個市長室在裡面 做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因為過去的這個市長室的格局 是相對開放 我覺得這件事情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花了148萬 做了這個新的裝潢 就算了 這148萬的裝潢標案 還是標給所謂的高友友 來去做 對啊 得標的廠商 他是這一個我們新爐士選委會的一個委員 然後他也在這一個宣明志的其中一間公司裡面 曾經擔任過這一個監察人 所以就被我抓出這背後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我也就是在去年的時候有針對這件事情出來做討論 那因為討論這件事情 我就收到了這個宣明志給我的這一個律師函 我也是有點納 你只是討論而已 他寄給我一個律師函說 請劉議員以後查證過後再發言 不然的話法律行動會怎樣怎樣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一個得標廠商他在宣明志的公司擔任監察人 這都是台灣公司網可以直接查得到的資訊 結果他說我要經過查證再發言 不然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律師函有沒有講說你哪個部分講不對 他就是沒有說我哪個部分講不對 他只有希望我未來在提到這個宣董的時候 要經過查證 那所以我還因為這件事情 我還特別跟他說我的查證過程是什麼 我從哪個網站連哪個網站去連到你跟高鴻安 跟這一個裝潢廠商的這一個負責人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就回過頭來我們討論的事情 高鴻安他就是有一點很喜歡 從這個公基金事件就是把這一個所謂的公堂 就是把它看作是可以自己去運用的資源 所以我們去年已經編列了要去韓國 要去新加坡的考察經費 他認為還不夠 如果說我要跟這個義肖同仁 一起出去這個越南玩的話 我還是就是不編列新的經費 不去追加預算 然後也不雲資這個原本的 這一個所謂考察經費 我寧願去動資這個相對 具有這個緊急目的使用的這個二倍金 從這年來看就可以看得出來 高鴻安他是很貪婪的在使用這些公共資源 好 我們一定要幫大家仔細 因為高鴻安竟然覺得很顯擺 他的辦公室 我們幫大家仔細介紹一下 這是那天友台的節目 他這個是市長室的門 據說啦 市長室的門平常是不開的 這個其實很少見 因為一般我去過很多市長室 通常大門都會開的 因為市長或是首長要休息 他通常後面會有一個小房間 可以讓他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呢 這裡喔 他指的這個牆這裡 這裡有一個暗門 你看 外表看不出來這是個門對不對 他其實是個暗門 那暗門打開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個會客室 會客室 就是市長見 譬如說今天冠廷 苦林 柏威 你來拜訪 我市長 就坐一下會客室 所以我們都要走那個暗門進去嗎 不是 不是 來另外一個 你們在會客室 但他從暗門跑出來 就製造神秘感吧 然後這是他的辦公桌 辦公桌很普通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暗門 可以通到秘書長的辦公室 我不曉得跟秘書長感情這麼好 中間還要暗門 所以李仲廷可以從那個門出入 李仲廷 他們可以從不同的門出入 這個就要問李仲廷我才知道 總之這個辦公室 根據這個友台節目形容說 像個迷宮啦 要有人帶路 市長辦公室有多大 有沒有100坪 沒有 其實蠻小的 因為我們新竹市政府是一個古蹟 對 因為你們是古蹟 其實叫新竹周庭嘛 然後那個 因為過去因為這個縣市分家 那個新竹縣政府 他新蓋了他們的縣政特區 那新竹市就用了我們這個 舊遊的這個新竹周庭的古蹟 所以其實那裡面的這個空間 是沒有很大的 所以就是因為裡面空間沒有很大 然後他一上任以後 又還要花那麼多錢來去裝潢 這點才會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那議員要建議這個地方 要讓市民可以使用 以後就把市長辦公室提案 改用密室逃脫 每人150塊就進去開始 好不好 有的話我帶團過去一起玩 我剛剛50分鐘前的新聞講一下 林志傑在選立委的時候 新竹的民進黨候選人 他去評論高雲安不小心 去講到一句豪車接送 也沒有不小心 他就屬性 他講豪車接送 結果去新竹市民政處長 施暑庭 跟各加重誹謗 跟各加重誹謗 剛剛不起訴了 所以被法院認證 除了改裝辦公室之外 高雲安在新竹市長期間 是豪車接送 那我請問一下 以我這個對兩性關係的敏感度 我覺得這個暗門有蹊跷 有蹊跷 有什麼蹊跷 因為除了暗門之外 還有吧台 還有高腳椅 對 市長要跟誰坐在高腳椅上喝酒 市長公務番茫 放鬆一下 對 放鬆 什麼人從暗門進來跟他一起放鬆 你這樣講我突然腦海中 有一個圖像出來 不過請教重顯議員 高雲安上任一年半 我們對高雲安的了解 就是官司出庭 然後出國三次 新竹市市政現在到底進行得怎麼樣 新竹市市政現在可以說是一塌糊塗 我們最近有一個新聞 是新竹市被中央收回 將近兩億元的補助款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兩億元 這其中有大概1.7億 是國際展演中心 大概有三千多萬 是我們的香山綜合 就是鎖國民運動中心這樣子 這兩件事情都因為工程延宕的關係 甚至展演中心市 它整個包商已經蓋到都找不到了 所以被迫解約 解約完了以後 文化部就看到說 因為這個工程遙遙無期 未來我們原本匡列起來的預算 都沒有辦法去匡列下去了這樣子 中央收回了以後就等於是新竹市在未來就少了兩億元的收入 新竹市一年一整年的年度預算規模也才兩百億而已 兩億就已經是一趴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可以去影響到我們很多地方的市政資源的分配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非常的嚴重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高雄安他在選舉前的時候 一直很推行的一個工程叫什麼 空橋 空橋 空橋那個時候吵得沸沸揚揚嘛 他那個時候就指著林志堅鼻子說 林志堅你都不蓋空橋 那我上任了以後我就要把空橋蓋起來 我2025明年年底要把所有這個規劃中的12條空橋全部蓋起來 那今年已經2024的快要到年終了 然後在這個禮拜第一條空橋又流標了 已經又流標了 我以為你要說這個禮拜第一條空橋蓋好了 又流標了 第一條空橋就已經流標了 結果他承諾我們新竹市民說 明年的年底12條空橋要全部蓋好 那這不就代表說你還有更多需要努力的事情嗎 那你怎麼還會覺得說 我要跟義肖一起出遊 我要一起慰勞大家 其實高鴻安沒有騙你們 是你們誤會他的意思 他講的空橋 空橋兩個字連起來是一個名詞 但是他那個空是形容詞 就空的 空的橋 空的橋 跟空安的空是一樣的形容詞 他其實也有走很多空橋 因為日本化的機場的空港 然後出關那個叫空橋 那棒球場 原本不是說今年要可以啟用 對 那棒球場這個問題 就又是另外一個 很讓所有棒球民看 像Sunkie那麼生氣的一個問題 棒球場在交接給高鴻安之前 一直都有在進行改善工程 那在那個2022年的12月 要交接到高鴻安之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球員工會還跟前任的新竹市政府 來到棒球場會看 那個時候球員 因為球員工會一直都很在意 新竹棒球場的安全性 當初7月開打的時候 被迫停也是因為球員工會的意見 那我們尊重球員工會的 這個球員的專業意見 所以暫停下來來做改善 改善到一個段落以後 請球員工會來到我們棒球場去勘驗 那個時候勘驗的 結果他們都很OK 球員工會還特地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很期待明年的3月 那個時候的明年3月是2023年的3月 就是已經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對 2023年的3月 希望可以來去按部就班的開打這樣子 但是看完一上來之後 就直接把所有的改善工程 直接停了下來 說我要送檢測 檢測完才知道我要怎麼改善 改善完了以後 光是送檢測就已經繞了一大圈 我還要找美國大聯盟的廠商來 然後還要把他包給漢創 然後又案外案說 漢創為什麼在我們正式發包 他給他之前 他就取得了我們新竹棒球場的 這個相關的檢體等等的 他就是一直在拿棒球場 來做政治操作 一直都沒有實質的改善工程 進入到棒球場之中 所以棒球場才會長香菇 還有一張照片是雜草長得比人高 然後到最新的這一張照片 已經整個生態系 都非常的蓬勃 就已經變成一個生態了 對 已經變成本來棒球場 就是應該只有草跟土跟球 結果 變成植物園 對 然後以後 他就變成一個生態植物園 沒有 新的那邊新的創意 新的創意 對 苦林寺國家公園生態解創意 新的創意 所以以後那棒球場 會不會有小動物出現 我們是很 我們是覺得很沒有信心 新竹市政府 到底有沒有給你們一個時間 因為球迷其實很期待 因為他現在又跟包商之間 陷入到了一個糾紛 因為包商覺得我應該要按照我合約內容的去改 就是當初統須書開給我什麼規格 我就朝什麼樣子的規格來去修正 但是現在高文安他們做了去年的檢測 又說我覺得過去的規格不好 我想要把它改成人工草皮 改成人工草皮的話 那就跟一開始的統須書寫東西完全不一樣了 對 你在沒有追加預算的前提之下 你要包商怎麼去囤 所以包商就去跟法院申請要保全證據 因為剛好玩想要把現在這個包商踢開 然後自己去進場做移土挖土的動作 然後後續再繼續做新的發包 想要做新的球場的規格 但是這一點就因為被申請法院的假處分 法院也判定下來了 就是說應該要先等到棒球場的檢測 就是結構安全的檢測做完了以後 才能夠去進一步的去說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所以現在等於是高文安跟新竹市政府 都沒有辦法給我們一個具體承諾說 新竹棒球場什麼時候可以打 棒球米 棒球米 戶外球場用人工草皮適合嗎 本來都有 可以 戶外的也可以 也有 所以新竹附近的球 應該是這樣講 新竹以南 因為桃園也有球場 我們桃園禮拜六開始要 桃園隊要回到我們桃園的組場 因為我們那個排水 我們那個棒球場做的更新非常快 一定要盯緊進度 因為他很關心棒球的這樣 對 你在偷偷黑高紅安 但是你沒有講 其實我覺得很快就是說兩個層次 如果是高紅安他去越南 獻港台商協會 因為過去王定宇委員 他們率團到越南 他上次是世界台商總會 在那邊開年會 對 然後他這個看起來 僑務委員也有現場 去給高紅安獻花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正常的 這些商業是OK的 可是棒球場這件事情 我是要提醒 為什麼 因為同樣的桃園 在進行排水設施的檢驗 為什麼可以用最快速度 讓我們的中職 這個蔡其養委員 他去確認之後 我們趕快讓桃園隊回到桃園 其實我覺得市民會一碼歸一碼 去招商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市政 大家關心的市政 加快腳步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 大家還記得這個403的花蓮的強陣嗎 當時當然受災最嚴重在花蓮 那新北的捷運環撞線 當時是板橋到中和之間 有所謂的鋼香樑的錯位 錯位最新的進度是怎麼樣呢 昨天侯友宜在市議會議員在問 他說今年沒有辦法修好 至少要一年以上 至少一年以上 那到底受損多嚴重呢 他說有七根很嚴重 但是其實總共有11支鋼香樑有錯位 但是有七支比較嚴重 我記得當時有人講說 那個用千斤頂給他頂回去就好了 現在怎麼不頂一下 來 冠婷 對 換個0403大地震 震出了一個官場現行計 我先講環撞線對新北超級重要 它是南北的重要的幹線 為什麼 從新莊以前到新店非常的麻煩 可是現在有了環撞線之後 在去年移交給新北市政府營運 從新莊經過板橋 進中和 最後進新店 一天來的運量 可以來到5萬到6萬人次 都是新北市民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此時此刻現在還沒有辦法 全線通車 尤其是板橋到中和段 要一年以上的修復期間 昨天侯友宜市長在議會 當中和的議員他們問到這個問題說 環撞線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當侯友宜講出 一年的時間全場是傻眼 當時是誰說 這個是鋼香樑錯位而已 是誰說偏心柱的設計 偏心柱 側近到這種側程度 我給大家看他現在的畫面好不好 是整個斷軌道的這種狀況 左邊這兩張圖 你可能會覺得說 祖萬景你是不是要故意 黑新北捷運局 對 那是不是原來就彎的 有沒有可能本來就彎的 環哥 不可能 為什麼 你這條就算這條 軌道本來是彎的對不對 但是下方的這一個混泥土 是直接斷掉的 你們看到這裡 跟這裡 兩邊之間是完全就是 已經斷裂開了 兩邊是分隔開的 白話來講 這個軌道如果可以走 直接出軌 所以這邊兩個看個夠清楚了吧 我們看右手邊 這不是更誇張嗎 這是軌道直接斷掉 所以環撞線現在一定要究責 首先第一個點 我們到底這一次的地震多嚴重 我們根據新北市政府給議會 給大家的公開資訊 最嚴重這一次的災情 在整個環撞線的地區 是整個圓山路 板南路段跟積穗國橋中間 簡單來講就是 板新站到橋河站的中間 在這裡地震的震度多大 震度是五強 看到這個數字 我們就覺得超關鍵的 為什麼 因為環撞線的設計 至少要能夠承擔 六弱以上 五強不應該有這種災情 所以這個時間點 台北市政府當時是施工單位 一定有責任 移交給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也要釐清 我們移交之後 新北市監運公司經營 有沒有問題 這個要講清楚 好 那現在來了 幫這個大哥討公道 王毅 然後就直接講 王X蛋 每天做假新聞 目前在國會除了友好 玩 阿川 當時這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現在可以危機解密了 是市府內部的同仁 拍了斷軌的照片給王毅川 王毅川把這事情揭露出來 在社群平台說 侯友宜市府你們講得這麼輕鬆 你們說是偏心柱 我明明就接到裡面是軌道斷掉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講清楚 當時新北市政府講什麼 官場現行記 我們看一下 並未有列車行駛 請外界務以鵝傳鵝 以免製造恐慌 以免製造恐慌 以鵝傳鵝 現在重新看這句話 你很多隻鵝都跑出來了 鵝在那邊跑來跑去 為什麼 以鵝傳鵝製造恐慌 這是恐慌嗎 你今天跟大家講 要修一年多 這個當時王毅川講的幾點 現在重新看 第一點 要求侯友宜全面檢測 跟大家講報告 第二點 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當時武弱的 這個武強或武弱的地震 無法承擔 再來 地震是天災 可是你巡檢的狀況 跟大家公佈 整個市府是不透明的 所以這證實王毅川講的是對的 接下來 也要來算賬一下了 我們的中和區的大議員 打敗吳禎的張志倫 出來面對 當時當這個斷軌照出現之後 當時這個鋼箱糧偏移的事件 發生之後 今天最新的資訊出來了 總共有七處鋼箱糧 位移嚴重 位移多少 我剛才給大家看那個照片 20公分到92公分 大家當然不敢做 好 當時的張志倫說什麼 要用千金頂頂過去就好了 千金頂 網友出來叫張志倫出來了 來 我們請張大立委 你可以跟立委請個假 傅崑起去中國不一定那麼有意義 你來幫忙修捷運絕對有意義 我們正式邀請張志倫立委 你的千金頂 來把這個中和捷運 環狀捷運來把它修好吧 好 那這個就是新北的狀況 不過我覺得 柯文哲當時是把這個新北環狀線 當作他很了不起的政績 他講過那個環狀線 我們是捷運局蓋的 柯文哲你現在不要不認 到底是蓋的時候有問題 還是移交之後的使用管理上有問題 這個我覺得應該要把它釐清 好 另外我們來看的就是 傅崑起明天 原本是今天 但是他延後一天 就是明天院會結束之後 要帶連他在內 總共十位國民黨的立委 到中國去訪問 其中水團的一位叫陳玉珍 這個就一定要請教中文系的苦林 因為這個中文太深奧 我真的不懂 他說 中國就處兵鄰居 鄰居常常說要欺負我們 爸爸不敢出面去打 也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當媽媽 他的爸爸指的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 媽媽就國民黨 說要去跟鄰居溝通的時候 爸爸可能因為面子受損 就罵媽媽要去找鄰居偷客兄 然後每天家暴媽媽 你聽到嗎 有 你真的聽到嗎 對你的經驗如滔滔降水綿延不絕 不是 這陳玉珍我們要同情他 因為陳玉珍情長 他也中文戲演 他很多戲演 他什麼日本學位也有 美國學位也有 中國學位也有 真是真的見笑戲 重點就是說 她是我想她是一個正常的女人 所以她也曾經警報萬安 也曾經偷逃藏走 可見她是有正常慾望的女人 因此她會想到這個比喻 我覺得也滿傳神的 比較好笑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把國民黨比作媽媽 那有一個鄰居他常常欺負我們 常常把我們家窗子砸破 常常到我們家探頭探腦 那爸爸當然是要挺身出來捍衛 對不對 抗中保台 結果媽媽說要去跟他 溝通一下 他要去吃飯睡覺 有睡覺這麼嚴重嗎 過夜 過夜 要過夜 所以你自己就已經承認了 你就是要去跟歹徒跟壞人勾結 莫名其妙 你舉這個比喻真的是正好 說得恰恰好 不愧是我們中文系畢業的 給你一個讚 你就自己講出來了 你們是要去勾搭 如果你今天常常說 爸爸沒能力保護我們 媽媽去跟他們嗆聲 對不對 媽媽跟他們說 飛機不要給我過來 什麼不要給我過來 對不對 那媽媽了不起 爸爸鬧腫跟我一樣沒用 對不對 可是問題不是 你自己說你要去跟他們 然後國民黨什麼時候說你 偷客人了 對不對 大家講的傅崑崎沒有人說立法委員不應該去中國訪問 你去訪問也是合法的 問題在於說你在什麼時機去訪問 你在大家在開會的時候 你一天到晚在那邊表決在那邊舉手 在那邊讓黃國昌不斷的不舉的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要跑去 然後你在花蓮的災情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要跑去 所以大家覺得不宜 包括國民黨很多民意代表也覺得不宜 有人說你這是去通匪 去通共嗎 而且你自己講話講話 第一次你不說你要去幹嘛 對不對 神神祕祕的 第二次你說什麼 第二次你說是為了這個兩岸的觀光 為了這個農產品 第三次他現在說是因為公務 對 重要公務 你如果是公務 你又跟那個誰 跟高文安一樣 如果你是公務 你公文拿出來 你為什麼自廢去 你就是怕反滲透法 所以你用自廢去 如果你是公務的話 你就是拿公家的錢去 你怎麼這麼辛苦 這麼可憐 苦力 我跟你講他自廢那個話術 因為他機票一定會報立法院的帳 而且去到那邊吃住 我保證他們不用付錢 所以說這重點就在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這樣子叫做家暴 是你們在家暴國民 那個民進黨吧 民進黨多可憐 提個案不准 提個案直接送政黨協商 提個案不准開散會 對 完全 你今天不管 今天從前民進黨一黨獨大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阿拔 前馬上你講完 舉手你舉書沒話講 你現在話都不讓人家講 你不但不讓人家講 你直接散會 還好你就是有這個傅崑崎 傅崑崎有這位附水組織的黃狗湯 對不對 跟在旁邊 我覺得真的是太不像話 深圳在家暴的人 民進黨沒有說被家暴 你既然說你們被家暴 我覺得實在是太奇怪了 好 這個翁曉玲 他這次也要去 他是不分區的委員 他說民進黨你對我們怎麼那麼沒信心 然後傅崑崎說我是要去處理重要公務 在場現任立委只有蘇曉惠 曉惠請教一下立委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有什麼重要公務 一定要到北京去處理 說實在的 其實我以為這個傅崑崎 也是花蓮人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說真的 在現在不但0403這麼慘重的災情之後 現在還餘正不斷 如果是我們作為一個區域的委員的話 那我們一定是全心全意 看我的選區有哪一些災情 還能夠申請什麼樣的補助 你看剛剛冠廷 我們連新北的捷運 超越我們的選區了 可是因為我們的選民會做 我們也是要關心 對不對 所以恨不得真的是全心全意 都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奉獻在選區當中 這樣才對得起選民 可是說真的 傅崑崎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到底看看他對花蓮的震災 做了哪一些事情 老實講我們看不太出來 除了一直砲打中央之外 我看不出來他說什麼 他現在說了一個說 我提的一個偉大的法案 要來支持花蓮 是0403震災的特別條例 光是這個條例 老實講我們今天就在立法院 開記者會的時候 也把他吐槽戳破 其實他就是假借立法之名 行拖延之實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震災 行動本來就都可以做了 像剛剛在講的捷運 難道還要立法 才能夠去找錢來修捷運嗎 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天王星等等要拆除 一定也要是法律案通過了 才能夠找錢 然後才能來拆除 保障旁邊的安全嗎 這也不可能 所以現在在震災在做的 已經都在進行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人集思廣義 好 能夠找到更多錢更好 但傅君起提了這個特別條例 擺明了就是 好 我像立法 大家知道我有出了一個法案 但是實際上這個法律 要經過立法院的三讀 甚至還要 因為是特別條例 不但侵佔了行政權的 編列預算的權利之外 他還要行政院長來報告 然後還要討論 討論完以後還要草野協商 這不知道幾個唯一的事情 所以才是標準的 借立法之名行拖延之實 那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要去中國 他要去中國 所以人不在花蓮的現場 所以我弄一個法案出來 好像我很厲害 我真的有做立法委員 其實都是擋箭牌 我們今天就看看 他去了中國以後 到底帶回來哪一些 是對花蓮有任何的幫助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區域立委 對花蓮人到底 盡了什麼樣的責任 所以我們實在是很 其實很難想像 也很替花蓮的相親不擔 因為當時我看到在支持張委員 我們的候選人的時候 其實也有那麼多人 甚至那麼多人在懷念想念 認真的立委蕭美琴的時候 我真心的覺得現在的這個立委 真的是不合格 林桃 我發現這次國民黨 好像有一些立委 其實也不是那麼認同 復婚期這個時候去 只是說大家話都講得很婉轉 都很懂說話的藝術 你們真的不怕 會對你們造成負面的影響 基本上因為之前我有提醒就是說 如果在會期結束不要有表決 不然我覺得一兩個委員都會影響的 何況是如果好幾位委員要仿妝的話 基本上會影響那個表決 所以看能不能等表決完之後 再來做這樣行程 不等休會再去就好了 對 那看起來是有稍微 黨團有稍微聽進外界的聲音 有做智慧的主理 我必須要講 因為復婚期委員 他是花蓮剛出來 西明義的委員 所以我們當然尊重花蓮的選擇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這次去 主要是希望能夠把這些農漁產品 不管是花蓮或台東農漁產品 賣過去 但也希望說在正後的經濟 這些經費或這些觀光客 可以進來 因為說真的 這一次的政章 讓整個花蓮損失 這20億起跳 我覺得一些正後的重建 一定是繼續的 不可能這兩天 就影響整個重建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行程 已經說到6日快去快回 我覺得基本上 就看他帶來的效益 然後快去快回 不要影響他表決 現在這個方案 應該是還可以 就是某種程度是 比較有智慧的做法 所以3Q 你聽他講話 還是很怕得罪傅婚期 高雯安去幾天 越南 他去四天 傅婚期去的時間還比較短 感覺好像可以體諒他了 沒有台無事 我要講 陳玉珍比喻不倫不類之外 莫名其妙去提到這個家庭暴力 就讓人家想到說 前一陣子有藍營大咖在什麼北部 然後也有家庭暴力 會不會是陳玉珍利用這個放話的機會 要自清國民黨的這個家庭暴徒 所以他在偷酸那個人 對 我覺得國民黨要自清 要把這個家暴者提出來 改善社會風氣 立案處理 保護這個未成年的少年 我們不知道是誰 是男生女生 應該要把這個人找出來 所以陳玉珍這個是大義滅親 請社會繼續關注 北部藍營大咖家庭暴力者 另外一件事情 講你說什麼是媽媽要出去幹嘛 爸爸要跟媽媽在一起 至少有個戀愛基礎 現在跟國民黨比較好的 看起來是民眾黨 怎麼 會是民進黨 另外一方面 這個畫面不像是家庭什麼 跟鄰居吵架 比較像是什麼 在銀行裡面 那個阿桑立也會說 我要花錢出來 你幫我花這個口座 我要花300萬出來 很遠看到說 你會的這個賬戶是警示賬戶 是全世界認為很嚴重的地方 你要花這個錢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我不管 這條錢我一定要花 大家在跟你講說 中國長期以來對台灣的併吞企圖 對台灣的居心剖測 對台灣的狼心狗肺 跟你講說 中國對台灣以前就像為毒藥 會上癮 給的服貿 給的什麼東西 其實都是這個短期的 短期的上癮的效力 其實這不是搞什麼鮭魚回鄉 搞到變鯊魚回鄉 台北市房下一去不回 回來的錢都在房地產不在股市 沒有投資實業 然後搞到台灣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這就是當時去中國回來造成的問題 我們說不要吃這個毒藥 不要吃這個春藥 這個都短期的 你看吃完之後後遺症會像馬英九一樣 對中國念念不忘 然後看到眼皮都下垂了 所以我們在提醒受害者 不要被詐騙集團騙 這個是銀行 我們是警察 我們是行員 我們是文明的人 我們跟世界國家一樣 跟大家提醒說 中國是個受警示國家 不要去貪圖他的政治紅利 你真的要被騙我也沒辦法 要去黨台 上項空階 三立新聞 黃潛門讓我們決定小組 台報道 最後跟大家講 就是說今年其實在選舉前 國民黨猛攻台灣的 所謂的詐騙案横行 就沒想到 黨內兩位年輕的立法委員 洪孟凱跟徐小新 徐小新的家人 涉嫌詐騙洗錢被收押 自己也說不清楚 金流到底是怎麼回事 洪孟凱選前幫詐騙集團開協調會 民主國家定期選舉可以太舊煥新 但是沒有辦法保證 一定選到好人 國民黨成為立院第一大黨之後 脫序擴權的行為 一樁接一樁 真的沒有最離譜 只有更離譜 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八年執政留下亮麗的成績 換了高桶案之後 他本人忙著打官司跟出庭 無法延續現有的建設 還留下千瘡百孔的市政 新北市中和區的 選出的立法委員張志倫 他說錯位的捷運綱糧 用千禁頂頂回去就好了 現在侯友宜說 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通車 張志倫委員 明天不要跟副困局去中國了 趕快來幫侯友宜頂一下吧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歡迎繼續鎖定新台灣加油 謝謝